小时候听老人说,解放前与解放后 长大后听大人说,文革前与文革后 成年后听人又说,改革前与改革后 现在人又说疫情前与疫情后 历经沧桑的浪漫,更觉事态的感慨 过去听人常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似乎只是闲话而已 现在仔细想想,看却是相当经典 请看现实,三十年前拿到文凭,可能就改变命运 三十年后拿到文凭,可能还只是个送外卖的 三十年前临建草屋里,也能娶上媳妇 三十年后有车有房,也不一定能找到女朋友 三十年前,村里有台电视机,全村人都跑去看 三十年后,家家都有电视机,却放着没人看了 三十年前,媳妇侍候婆婆 三十年后,婆婆侍候媳妇 三十年前生孩子,罚款还偷着生 三十年后生孩子,给奖励,还没人生了 三十年前,一人赚钱养活全家 三十年后,全家赚钱养活一个娃 三十年前吃粗粮叫穷 三十年后吃粗粮叫养生 三十年前穿破洞哥补丁衣服,是因为家里穷 三十年后,花钱买破洞衣服说是因为酷 三十年前因吃不饱而发愁 三十年后却想方设法的,少吃点是为了瘦 三十年前找不到几个戴眼镜的 三十年后找不到几个不戴眼镜的 好不容易找到几个不戴眼镜的 一问,还是戴隐形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由来吗